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播放枪枪三人行色温有问题啊 梁文道一会儿铁青着脸 一会儿又满脸赤红 好恐怕呀 真的 对对对 这个就说凤凰视频是我们的好盟友了 都是一家 我必须说说 就说现在啊 在网上看我们节目的人相当多 甚至包括我自己 我在内地的时候 我怎么办呢 我也是通过这个客户端 看 所以说我自己作为一个 也是一个用户啊 我觉得今天真是一个讲究体验的 这么一个时代 有的时候我觉得咱们枪枪这个观众啊 真是很让人感动 你比如说 不是说老卡吗 一看老卡 而且生化不是不对位吗 人家你看这么好的观众 他说啊 他说呀 不要生气啊 就是先进去以后呢 让这个枪枪啊 让他先放几秒 然后再往回拉 应生化就对上了 可以管十分钟左右 哈哈哈哈 然后你听他说啊 再对不上 再往后拉几秒 每集就 然后再管十分钟 对 每集 保证有二十分钟 哎 每集就二十分钟 拉两次 不费事 你说说 而且 而且还没有迎客松 哎呦 对对对 你说这个让我们的这个这个凤凰视频的工作者们不汗颜吗 对吧 我觉得哎 就是一方面咱们就感谢观众的体谅 另一方面 我真是觉得啊 咱们这个 很多战战三人行通过凤凰网放 咱们的凤凰网呢 也许就是干的这个高尚的事太多了 没钱 什么有可能 但是哎 还是能够至少别把文道变成一观光脸 变成 因为一个是变色的问题 一个是生化不对位的问题 我还是希望这个帮着观众啊 我也是用户嘛 什么都得 当然 因为凤凰卫视也不是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比如说放广告的时候 突然间声音就大了 然后一放节目的时候突然就听不见了 对吧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努力反省的这个地方 我又不是老板 我管这个呢 对吧 你管这个干嘛呢 我一开始还吓坏了 我还以为说我们节目被人批评变色 变色了 是什么意思变色 这很可怕 我们节目早就是变色龙了 所以 我们越变越红 你越变越红了 他越变越轻了 别这么说 我红了 那就是我们就说了 这个更严重的罪行还有呢 对吗 那当然不是在我们这 我们就是应该关心一下更严重的事 你知道更严重的事情 最近我知道有一单 在云南的一个镇 一个村 我过去我们节目曾经聊过 这个老民警都会告诉你 就是说 犯罪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 有的时候一个村专门出砍守党 有的时候一个村专门是制犯冰毒的 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村 太可怕了 你可以看看啊 这个地方叫云南严津 咱们可以看一下照片啊 这是云南严津县 庙坝镇十损村 出了公告了 致全镇人民的一封公开信 这个村啊 出了丑事 这个村啊 有数十人涉嫌参与盲警式的犯罪 那是什么 你看这是村民们给记者写下 就是被他们弄死的 那个无辜的那个人 就是6月6号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啊 就是说故意杀人伪造矿难 骗取赔偿款系列案的 爱王权王富翔等 这个窩哎 74个被告人 这74个被告人里 好像有40多个 就是从这一个村来的 然后呢 依法提起公诉 该团伙跨六省区杀害17人 比如说家里村里有他们一亲戚 给公安叫去查好几回 说你不死了吗 说我怎么死了 原来呢 就这帮人呢 在外边不定忽悠了一个 有的时候很残忍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本案啊 有的时候在街上找一些流浪汉呢 或甚至找一些智障的一些人呢 就冒充矿工让他下井 下井之后 然后有个人推个大石头 对 把他上码弄死 然后就是矿难了 这个里边有妇女参与 他们村的妇女参与就伪装是老婆呀 伪装是父亲啊 哎 有时候要我刚才说的那位呢 就是他们拿他的身份冲作了这个 被他们弄死的这个人 然后 讨要这个赔偿 所以你看 现在被公诉的就是涉嫌杀害17人 但都出在这个这个镇 而更多的出在这个村 就这么一个现象 嗯 我觉得其实挺正常 就很多就 很正常 很正常 就你 我们不要以为 这是这个村的人特别黑 特别坏 比如说有个村的人专出砍手党 就说这个村的人 是不是从小到大都念砍手 就对砍手有癖好 不是的 而是因为犯罪跟犯错这个东西 每个人有计算 有成本 比如说这个成本包括几种 第一种就是说 万一我 我现在犯法 我现在铁而走险 干坏事 我被逮住了 我可能坐牢 我可能被枪毙 我可能怎么样 这是风险 还有一种风险是吧 就道德风险 心理障碍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 从小受的教育 都说不能犯法 不要做坏事 不能杀人 谋财害命 那我现在干件坏事 我心里面也得估量着 哎 这怎么样怎么样 不太好吧 可是假如你要知道一个人做道德上错误的事的时候 犯罪恶的时候啊 他这个道德计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人家会怎么看 人家怎么样 如果我有办法让身边的人 比如说我今天要 假设我今天要犯法 我跟你们 我们三个好朋友商量 结果发现你们两个都很支持 干吧 嗯 我能干的这个机会就大了 那假如一个村那种熟人社会 那些熟人社会 他对你的认同感 你村里面的表哥表弟 堂兄堂妹 他跟你的这个感情 是你做所有这种事的时候 你的判断依据 比如大伙怎么看 你的这个 你就要考虑他们 如果大伙都支持 甚至大伙一块干 心理负担是少很多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跟我们在深圳以前挖地的 多半都是湖南某几个乡的人一样 谋生这个事啊 也是讲地缘的 你比如说在在北京做保姆的 一般都是哪人 你说在哪干什么 一般是哪人 这又牵涉一个干一门行业 都是地缘 就比如说开院都是补田 对 对吧 那所以呢 还有一个地儿是开所的 全国的 溜班翘所的 也是他们的 专业村 所以这个情况是两相结合 一方面就是 他是一个 他把他当成一个生业 一个买卖 一个行业 全村的人 一个带一个 第二 又由于他是村民 是亲戚 是熟人 所以当他说 拉你来犯罪的时候 你说 谁都三哥也这么干 什么地也这么干 哪个书也说没问题 那有什么问题呢 照说是一个人做不好的事情 是应该避开让家里的人知道 让乡亲知道 照说 那有很多比方在大城市里的三陪女 什么什么 他们在外面可以做很多事赚这些钱 但是他是不让家里的父母 村里的乡亲知道 我也有了会回家招很多姐妹一块去 他们这工作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很常见 你看就这么一个村吧 也是属于贫困地区啊 但是实际上这个村民呢 他们我觉得他有个行为 就是在生活要求上啊 特别爱互相模仿 这个是个特别根深蒂固的心理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小时候父母 就是说你看人谁谁家孩子 你看谁谁谁家孩子 对对对 你这都在村里啊 这也是比如说在他们那个村啊 都要盖一个两三层的小楼 好这算日子算过上日子了 对吧 那你没盖的人呢 其实也不是你活不下去 而是啊 其实他也要他的一个 他不如人嘛 他不如人 于是呢 很多人是借钱 贷款要也要盖这么一个小楼 那欠下二三十万 据说盖这么一个小楼得二三十万 那怎么办呢 那他怎么能够 而且当地的这个可耕地 他那都是那种山地啊 梯田 根本就耕地种庄稼 这事没门 那怎么办呢 出去谋生 有过去 先有些人是有 做矿的经验 于是慢慢 我知道 盲景的这个导演 曾经上过我们节目 他要是听到这个消息 我不知道他做何感想 这个里边 报道里面讲啊 有的人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 盲景 受启发 受启发 学会了干这个 有的人是因为赌博欠了债 没错 然后来还债 不过这个现象 我是困惑了很久了 虽然刚才那个文道 把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一番 就是我说的这个现象 就是说一群村民 他们做一个违法的事情 这个违法的事情 可以到滴沟油 可以散落奶粉 可以莆田这样全部的骗人 但是甚至到杀人 可他相亲当中 却没有一种东西 阻吓他们 使得他们可以在一起 我这个现象 我想很久 以前讲过中国人是被三个权力压迫 叫政权 神权跟族权 女的呢 说还有个夫权 我们想现在 现在神权不见了 现在对于这些村民来说 他没有神权 他没有 大部分没有什么神可败 政权在 但是他敢对抗这个政权 你看他做的这个事情 是犯法的 他都知道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族权 族权是 曾经一度是被消灭的 几十年前 政权大于一切 政权跟神权结合以后 就把族权 就家里人 你可以随便出卖 什么什么 现在我怎么觉得 倒过了 就是现在的族权 这个族权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的族权是 上一辈的人 一套宗教的 一套什么 祠堂啊 什么来压你做什么 现在是你为家里的人做事 为一个家族的人做事 形成的这套道德 是可以给你足够的信心跟力量 来对抗政权的 而中间是没有神权 你仔细想想 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家里人互相 相亲的这个东西 变成了他最高的精神支柱 那就有时候就很难说 就比如说这个拐卖妇女的 这个咱们广告之后 我再跟你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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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刚才说 有些地方管弹妇女 买媳妇也成行成事 你知道前一阵 你们文学界你应该了解 我讲评话被人说 写了一本小说 结果被人骂 然后他的编辑 或者是他本人 也在说 你们曲解了我的意思 但实际上这个里边凝聚着 他对传统乡村的一种感慨 比如说有些地方 全村都是光棍 他传统上就在买媳妇 其实在这个村里 买媳妇没什么不道德 或者违不违法 他们也不是太明白 反正就觉得 这要是买媳妇也不让买了 这个村就绝了 这个村可能就就以后就绝了 那么我觉得作家可能是表达一种很复杂的感觉 当然有些批评文学的啊 我觉得老有一种什么呢 我觉得咱们需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作家也好 电影导演也好 他拍一个东西啊 不代表他宣扬什么 我觉得很多评论都是在于 你写这个你是宣扬这个吗 他不一定 他讲一个故事 这是贾平花那个事情最简单了 贾平花是写实际有的事情 不是写应该有的事情 他们批评的人是讲 这样的事情不应该有 很简单 贾平花就写出实际有 那不你们再来说不应该有 那不就对了吗 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他们的现在很多人看事情 都受了我们的长期的宣传观的影响 变得看似很简化 他看到贾平花是写事实上发生的事情 而不是说我们都应该这么办 但是问题是他们认为事实上发生的事情 是发生过这种事情 那你不应该写 因为你写在做二次传播 你就在宣扬 就相当于有时候我们说一些事实上发生过的事情 他就认为不应该讲 这叫宣传或者叫炒作 对不对 其实你把它写出来 再写出它存在的根源 这个才是认真负责对社会的态度 对不对 但是你觉得贾平花内心深处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两难 就是因为他好像对农村很有感情 我现在听过很多人讲 你看一到春节的时候 不管那文章是真的假的 但是共有的都表达一种情绪 就是中国现在的乡村败坏了 好像普遍有这么一种感觉 就觉得惨到不行 你知道最近还有一个事 叫什么X博士 引起很大的争议 就是说他呢 我都弄不太清楚 我知道 他就是说 他通过一个软件 一个什么APP叫快手的 这个据他说 当然很多人后来又指出他的问题 据他说 就是大量农村的青年在玩这个东西 于是他们上传的一些游戏 一些玩法 一些照片 让他感觉到中国农村的某种生态 比方说你可以看看他列的这么一些图片 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比如说这是你看快手 在中国主要图片视频和这个APP 阅度总运行次数 多少万次吧 对吧 他这是一个数据 然后你再看下边 就他在这个APP里看到的 就他说是一些农村青年 各种各样的这个玩法 比如说动脑袋 又比如说这种吃蛇 又比如说当众吃蛇 又比如说吃这个死猪 又比如说这个你看一个小胖 一会抽烟 一会是表演那个泡妞 喝啤酒 15岁的少女炫耀这个怀孕了 搞这个什么什么这种东西 还有纹身小哥 好像就是你没办法 就是以此行为 有很多粉丝 有很多粉丝 甚至是有些砖瓦工 他可能练一些个特异功能 但是特别自虐 甚至是到达他认为自残的程度 吸引了很多粉丝 所以他得出一个观点 或者说至少人们理解他的观点 就是说中国农村现在完蛋了 道德也崩溃了 人们精神也彻底空虚了 这为什么一定是农村呢 你说的对 很多人指出了这位 他也可能是城市的次文化 对很多人指出 那不见得是农村 那可能是二三线的城市 或者是农民工到了城里以后的一种 生存状态弱势 文化上进退失去 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其实农村小伙子并不多 没那么多小伙子 你看这些零零种种的事情 让我感觉到一个什么 咱们现在说实在话 都没有到乡村去看过了 我们不太了解 可是我总是感觉到有这种情绪 有些人是亲身看到的 比如说你像有的这个 像严连科这样的这个作家 你有时候就感觉他讲起农村 当然不是不见得是大部分的农村 但是似乎的确 中国有些乡村的这个角落呀 给人的感觉是不是一片破败 我说的破败 不光是环境上的破败 遭乱差 整个的人的精神 包括家庭结构 包括男女关系 包括对孩子的教育 就整个你这个崩崩溃了 我觉得很 这是真的 因为你整个社会变了嘛 经济变 那首先当然大家一讲 就讲过去几十年的运动 或怎么样 那是一重啊 但还有一个 我觉得更致命的 其实比过去的各种运动啊 是最近三十年改革开放 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 就你村里面大批人出去 然后这大批人出去之后 尤其现在都是 比如说农民工 农民工是什么人想看 主要是男人 而且是年轻男人 都走了 首先呢 上一个轮变化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 经过文革之后啊 那个变化是原来农村的长幼有序 权威结构变了 过去是村里的谁有权呢 老人 辈分高 这叫德高望重 是吧 但是呢 经过运动之后呢 这种人的权威是被干掉了 干掉了 那接下来谁最有权呢 改革开放之后 就中国人变得比以前实际了 实际就是说 村里头谁挣钱 谁有权 对吧 好 谁挣钱 谁有权 这个逻辑到了最近十几年又变成怎么样 挣钱的人还不在村 对 都出去了 那所以村里面就出现一个情况 最有权的人 都不在 最有权的人都不在 村里剩下的是老弱伤残 那么老弱妇孺 那么这帮人呢 其实彼此之间呢 又有矛盾 村 你知道村里事特多 你看这家跟那家闹 这家怎么样 然后呢 在外头打工的一帮农民工之间呢 当然也要比赛谁有钱 他们也就像我们上一集讲 都是 就刚才之前讲的嘛 是一伙人出去 做同一份工 可能在同一去 他们也有他们的矛盾 可能 你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就等过年了 过年了 春节了 不都回老家了吧 都回老家 那就算总账了 都回老家 比如说我们三个一起的外打工 过去一年 其实矛盾特别的 回家说清楚 把老人都叫出来 当面讲 而老人一看到 儿子们都回来了 平常积压了一年的矛盾 他家媳妇怎么样了 你家谁偷人了 又上来闹 所以最近几年 很多个村都是 春节的时候 过的是最不安稳的时候 算大账的时候 就回到我前面讲的那个 我仔细想想 政府权这还是在 族权也还是在 就家庭的这个压力还是在 神权没了 就被资本代替了 嗯 就钱 就这三个东西了 就是政府权 钱 跟家庭 这三个关系 在农村现在 当然城市里也一样 但是农村这个事情就是 因此早说过了嘛 中国民中国这个民间的基本次序 嗯 在20世纪就是开始坏了 你看这个事情真的是 不是不是一一年两年发生 我的我的我有两个老家 一个山东 一个河北 这我亲身的经验 对吧 那的这个某地儿的农村 比如在山东 就咱就说中国是村庄直接选举吧 我在那听到的 哎 这个候选人 这个这个村长 或者或者说原来这个书记啊 全村人 给你办那个银行卡 嗯 往你卡 就给我证明 你投了我的票 我就往你卡里打多少钱 嗯 所以他高票当选 嗯 对吧 这是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徐老师讲的 我们那个河北那个地方 有个地方 房地产商啊 在石着庄的大饭店里流水席 嗯 一个月的流水席 全村的人都在这免费可以吃 吃完了呢 哎 就是可以 投票 嗯 就就拥护他的某一个举举措 嗯 你知道甚至是他能够主宰这个村长啊 这方面的选举 你看 我看过个材料 当时五十年代初 把地主的地分给农民的时候 有些地方的农民不敢要 嗯 他们说这个庙里的观音啊 嗯 会潜测 因为这个不是他们的东西 嗯 工作组就把群众打叫到面前 啪一下子把观音那个台子 看下来 嗯 看我有事吗 一点没事 你们就去种吧 这个农民就把这个一点一点拿掉 所以像祥林嫂这样捐门槛这些事情再没有 可这个神的这个东西去掉 是好是好 我们大家都拍的时候 现在被另外的东西代替了 就是被另外的东西 财神 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就你们觉得我现在觉得就说这个人哪他成为一个体面的人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 像有些时候 比如说咱们看他这个什么快手软件是甭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 但你比如说就有一些人现在就是比如说吃这个死猪肉 他有这么一些行为 然后就是让人看看他然后就好像有很多粉丝跟他这个叫好 这样的一个你就你就会觉得他是个什么精神世界他是个什么精神状态 我不太懂 哎 我这意思就是说你像很多在这个县乡镇呢 包括说有些农村那种青年啊 就他整天在想什么是个问题 你想吃死之肉这种我讲就是为了点击率吧 就是要要一个存在感吧 这倒是背叛了乡村原来的道德的 你原来的道德你很简单 你一个人为什么光荣 那家里周围的人说你好啊 对人要自己家里的人 要自己爸爸妈妈 要自己周围 包括隔壁的人羡慕我 这是很多人的生存动力 你讲了一点 你我觉得你解答了我的问题 就我现在发现呢 人呢 都需要存在感 对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个流行词叫刷存在感 即便是地位再卑微的人 你就会认为即便是穷的叮当响的人 他好像都要有某种存 就是表现出我的这个存在感 就是他总得找点理由支撑他自己 我牛或者我老爹牛 甚至是有的 比如说他也为了国家 国家主义也让他觉得牛 中国办奥运会了 你看他也就 哪怕他自己穷的叮当响 年轻人在村里待不下去 很多时候是因为家里其他的老人啊 女人啊 也会说他 说你看谁谁谁啊 在外面啊 怎么怎么怎么啊 寄多少钱回来啊 那这个 这个青年人就觉得没脸面 你知道 为什么人家都可以出去 那以前 你沿海一带 温州啊 福建 很多人都到海外去赚钱 中国人也是这样 就是虽然是走 走遍世界 可是那个相亲的这个情节 这个动力啊 始终是一直存在 只是他什么时候能突破到杀人的底线 这条 我是始终还是想不通 我觉得 我觉得以前应该不是这样的吧 我觉得那倒 这个倒是 突破杀人反而不一定太难 为什么 一旦你整个人内在空调 就是有一个 有种说法叫做 其实不止中国 整个世界都被市场经济裹挟之后呢 人就开始进入一个叫做 永战式的个人主义时代 什么叫永战 永有的永 占据的占 就一个人 怎么样来找到他的人生意义 你的人生的目标呢 是以你拥有多少东西 占据多少东西来决定 而你占据的东西 可以是物质金钱 还有目光 当你这个是你人生意义 所有的时候 你如果你杀人 如果换取到那些东西 这就不是问题了 就是这些人一回村 就赌博呀 看着他们有钱啊 村里人就春节回来